我是重建一個蔡人村 復更牌的東西 政府有一次八二年統計的時候 有構築物就當作臨時牌 所以那時候正得來臨時牌的不多 所以現在復更的政策就是 想給你一個臨時牌去另一個地方建造 有一個構築物 讓你可以繼續生活 繼續耕田 這就是政府能夠承諾給蔡人村一個 所謂的最好的希望和一個願望 我們經常說要十月中 十月中要收地收村 令村民有些便宜 擔心 很簡單 只要蓋也不是一兩天就能蓋得到 始終只有一個時間 你如果十月多 要我們拆 你叫我們搬去哪裡 搬去地 又未有華山 又未蓋得到 都何去何從 六分街 要搬去菜棧 再住一次 我們申請要給個牌 我們自己買地方 自己蓋 再種個菜 買到地方 再蓋回家 有些地方可以種菜 因為鄭宇華他自己在立法會方面都說過一個問題 如果村民或是老村民很希望維持現有的生活 或者倫理的關係 就可以透過一個復更的政策去搞 所以那個地方是空吉地來的 那就是私人地 私人地 跟他們買 跟他們買 全部的錢是我們政府不專注給我們的 如果他們買了這個地方 那些錢我們收回來 就去那裡買 買回來 把我購物錢買回來 但福地都是這麼大面積的嗎 不是的 一個人 一個人一家二千尺 買不到 現在的錢很貴 不是的 一定要給我們一番牌 就是拿牌 拿牌去起房子 好像這些四百尺屋 七百尺屋不會給你 現在到現在的情況下 就是遺棄房屋那邊開了一些關卡 透過漁護署漁龍署那邊 又說你這些有很多問題不行不行不行 政府是給的 他給我們那些牌 就是不給的 給了個牌 我們就去那裡復 你要到我們地方 你給個牌 我們都很應該 有的品牌又不到那個門檻 又要跌出了 它那個限制裏面的框 就抱不到那麼多東西 它又不跟你談那麼多 又拖著你 又有空又有些少許東西給你知道 又這樣這樣情況 又實現不了一些東西出來 總之它就有很多訴求跟它談不上了 我跟著我才知道 牌田的 牌田的 種菜的 有時運輸自己去賣的 酒鬼的那些 那些 賣給酒人簽就收得很輕的 那裡出去賣的就貴一點的 這樣有時又會去交給它 沒有空就交給蔡棧 交給蔡棧 你給人進去的社 你又不給的 好像現在這樣 我們簽了老闆去賣給它 它不登記我的名字 它怕你進去的社 我跟著車 我才去給它 我說為什麼又不給我們 你不登記我的名字 我待會要怎麼拿錢 你又待會來我認得你的 我問他 我說我賣東西 為什麼我交給你 我現在又沒有什麼 你為什麼不跟我寫個姓 我姓陳的呢 他說你不捨 寫姓陳的 你都不捨 他說不捨得 你去問問我那個 什麼指引 蔡棧的指引 我去打電話去問他 他說這樣都可以的 所以說什麼都已經被政府操縱了多少 我自己又去哪裏 賣雞條 賣紙條 你走 我跟資料補足 操縱你 就不要寫 行你不要寫證明 嗯 那何來拿到證明呢 你說一下 所以我交證據 他向我交最累的證據 我會說地啟最多的 因為我買了地啟 我買了屋就有地啟 說有地啟幾多次 幸運那些水浸了 幸運知道早些那些就浸了 有個桶入住 我入住就沒有那麼… 不要那麼快才進去 這樣才拿出來才有個證據 不是連那個證據也不是 那時候想不死也不行了 想不混蛋也不行了 我去建屋 你就拿一個牌 復甘牌 復甘牌都說不行的 你不知現在的政府 什麼政府呢 現在說 我拿一個牌 都搞那麼久 結了分就要一家 就像我們兒子結了分一家 我拿一個牌 他都要問天問地 重要啊 不要說拿兩個 現在我是拿兩個 兒子結了分 成家立實 現在有了小孩 他就在那裡 你未能搬他已經出生 都等於三個三個 我兩夫妻一個女兒 這樣一家 這樣不太要求你 我自己起的 你都不給 這樣你給七十幾個 你現在給四十幾個 給多二十多個牌 你政府不可以死人 是他坐著那裡 是他坐著那裡 他不肯給我們 邱成寶怎樣都不肯的 他就要你媽 鄭志華是在下頭 是要問他才行 很多組罵你 要到了 問他那些又給 那些又不給 他講不出來 給我們都不是說什麼 你的牌連連都要 要續牌連連 你不用交牌費 連連了牌費而已 他給了你的牌費 他給了你的牌費 怎樣給啊 阿哥哥 你是做個老爸 你是個兒子 你是個兒子 又兒子又女兒 他給你 你應該生個牌的 就是這樣說 我給你一個牌 或者你五六個兒子 我給你生個牌 讓你們打死人 不要寫明你那個名字 你有我沒有 你有我沒有 沒有名字寫字 這樣才對你的家庭 他又想你家庭 然後他 bound 打牟 überhaupt 吵得 釘 relevant 你應該 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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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交了他的名字 有 就填 shirt 你應該寫高 誰有 誰沒有 好entre讀師 你要一就一天就有 上樓 喜歡上樓 上樓 不喜歡上樓,我們想去復徑 想去復徑,又不是招求的很多 我們又不是要求什麼 現在我們要的牌 你批給我們,我們都要拿錢去買 還要把人家弄,把人家弄 你多少東西才能投資到一間建設的房子 真的打壓,打壓為什麼呢 他想你一批一批地上樓 一批一批地上樓 一次一次地減少了 減減一下,不是讓他減起來 我看他就是逼 我們不是要你的錢,要你的牌 你寫梯,這麼簡單 是呀,在新村,大家回到新村最好 是呀,我們現在就是看這些 是一個訊息錯誤了 其實我們自己村民是集錢,集資去買地 買地,接著就要集資,集錢去建屋 其實這裡很多細節,很多頭痛東西跟下去 政府沒有去澄清這件事 就是在抹黑蔡仁村的村民 說要貪錢呀,要拿到盡呀 又說要多得多一點,那些東西 說不下,不是要求你要過天天 那些月光拿下來 不是拿下來的,那些月光 照情理上,你應該無條件這樣 給回幾個牌 都是七,給了都是現在七十幾個 那我們要求七十幾 幾半都沒有給到外地 那你說不就 那得到半那半,你說去哪裡蹲啊 就是沒有矛盾在這裡,一直在等 不過演變到現在,政府就好像有些玩無賴的姿態 玩無賴的姿態,又說你有很多關卡不肯放 關卡不肯放 因為它現在就著一個新界西北的發展出現的時候 令到新界的發展可能是否有些阻滯 令到蔡園村現在那個重建 蔡園村的時間表壓抗得很厲害 事拖爛拖 都不知道